先加一个新的模组 然后把程式打上去 我希望产生五种不同的资料 第一个的话就是Hello World 这个是文字 这个是整数 这个是Flots 是有小数点的 那第三种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串列 那这个串列 其实跟那个Excel蛮像的 其实就有点像是Excel里面的什么 你可以放很多东西嘛 对不对 但是在那个Python里面没有Excel 如果Python里面没有Excel的话 你怎么放多个资料 你记得你就放串列 那串列的规则怎么用 特别是前后一定是中国阿湖 里面的话你要一个 逗点下一个 逗点下一个 你可以增加 而且它一直可以增加 它的数量几乎没有限制 你可以一直串到后面去 那也就是说 这个串列非常重要 因为以后如果你写Python 就跟你Excel一样 如果你没有任何懒的概念 你没办法放很多资料 比如说我要计算成绩 那我不确定有几个学生 我要一直输入 一直输入的话 那你可以用串列 反正一直加到底下去就可以 后面会有练习 然后最后一个是什么 计算结果 比如说这个结果应该多少 4Person Person是求余数 除以多少的余数 4除以3的余数多少 1嘛 所以你可以把它print出来 那我如果要print它的话 那我就分别怎么样 把这些分别print出来 我先print 12345好了 把它print 好 执行 一样 OK 看一下 嗯 有没有 它print的第一个 好了我了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这个最后是 计算的结果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 变化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抓到这个串列里面的 第三个的话 你会发现它这个地方 print的是整个 如果我只要抓第三个的话 那你记得哦 你就可以改一下 X4对不对 把这个X4改什么 改一个中瓜阿胡 跟他讲说 我要里面的第三个 输入多少呢 它从0开始 对 0 1 2 第三个 如果我今天只要它的这一个 那你可以把它执行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它就帮我抓到 它的3 另外串列还有一个特性 它里面 可以放不同的资料 像这些都是数字 有没有 如果我其中一个是文字 可不可以 其实是可以的 像这样 它也可以接受 像以前的程式不行 像这边都可以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真的 真的